嗨 這裡是滴蜜Studio 我是大明 那又到這個 容易年交片的季節了 那我們今天就 依舊來聊一下 要怎麼樣處理年交片的問題 第一個比較常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原廠口琴的這個 膠片它太長了 它 長過於這個 黃片的凹草 也就是我們說的黃草 長過於這個黃草的 這個 長度 所以 在多餘的地方它就會 容易累積水汽 那這個解決方法其實很簡單 你只需要用剪刀把 太長的部分剪掉 你可以就是剪刀 幾乎是切齊這個 黃草這樣就可以了 那 第二個會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天氣太冷 那你在還沒有暖晴的狀況下 你就把口氣拿起來吹 不管是夏天不管是冬天其實都會有類似的狀況 當然冬天 的情況是相對嚴重很多的 所以你可以在桌上放個暖晴的這個 工具 可能是一個暖晴的袋子或者是你放在電腦旁邊 或者是你有一個什麼滑速加熱電其實這些都是很不錯的暖晴方法 那你要特別注意就是 盡量不要讓你的口琴是這個 太冷的狀態你就直接拿起來吹 對不然你的吹進去的這個水氣啊 他會囤積在 膠片還有 黃座板之間 他就會把膠片跟黃座板黏住 所以你在吹的時候就會有爆爆爆的這種聲音產生 那更多詳細的暖晴影片你可以去看我頻道裡有 另外一支 專門在講暖晴的各種方法 他的裡面有非常詳盡的 解說 你可以去參考 口琴用久了 其實也是會有這種 黏膠片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口水他會 經過時間的累積 他會附著在膠片上 然後也會附著在 黃座板的地方 久了之後 他就會變得非常容易黏膠片 即使你在夏天 你也會容易黏膠片 你可能吹個30秒 1分鐘 非常快 在夏天你覺得根本就會流汗的天氣 結果也黏膠片 那這時候其實你應該要意識到的是 你的膠片已經有嚴重的 這種口水累積嚴重的耗損 那 處理的方法就是把這膠片全部撕掉 把你的 這個黃板拿去 刷洗 把上面的 口水垢 全部把它刷洗掉 這樣你就可以 貼上全新的膠片 就不會 這麼容易的黏膠片 所以 這個東西是可以做的 而且他是需要定期做的 那以我來說 我是一個全職的 演奏家 然後全職的口琴工作者 所以我每天都在吹口琴 那我一把琴大概一年或一年半我就會全部 換過膠片 就確保我的琴的品質是穩定的 那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的工作性質的人 你可能會需要大量的教學 大量的錄音 尤其是錄音或錄影的這種工程 就是你會一直使用同一把琴所以他就又特別容易黏膠片 當然你不可能 錄到一半忽然換另外一把琴因為他這樣聲音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 這時候如果黏膠片怎麼辦 那在這裡我會提供一個方法就是我會拿這種衛生紙 去把膠片跟黃板 之間的水氣把他吸附掉 所以我就先把膠片稍微 挑起來一點點然後把衛生紙塞進去 讓他去吸附這個膠片跟黃板之間的這個水氣 這樣你可以很快速的解決 黏膠片的問題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會不會同時影響到周邊的音 有時候你可能手不夠靈巧或是你不夠熟練 你在處理你想要處理的這個 例如ray這個音你可能不小心影響到了旁邊的吸 旁邊的發 這樣會造成更多問題所以你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錄 和弦口琴 一次吹八個孔 那總會有幾個孔 不小心黏膠片或特別容易黏膠片 那這時候我就會把 吹風機調成冷風 非常重要是冷風 用冷風直接灌進去 這個口琴裡面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風 讓 口琴裡面的水氣 更快速的 讓他乾掉 好那我就可以繼續的錄音 很長的狀況是 假設你在錄 這個 Verse的段落 那你錄完Verse的段落可能 16小節 32小節 等到你進入 Precorus 或是 Chorus的段落的時候 就發 哇 黏膠片了 那這時候 當然你就不可能 因為和弦口琴是一個很大的樂器 它螺絲有很多 你當然不可能全部拆開來 然後一個一個去把 它的這個水氣 吸掉 那這時候吹風機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 但是你在使用吹風機 除了你要 調成冷風 的狀況下之外 你還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先是拿吹風機來暖清 的話 那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溫度 那我常常都跟學生說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如果你吹風機的溫度已經達到 會燙手的溫度 那實際上它就會造成膠片 全區 就像我今天收到一把 請友寄來請 他跟我說 哇他的琴很難吹 那請我幫忙檢查一下 那看要維修什麼再跟他說 那我就把他打開來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膠片 你這樣看你應該可以看到他的膠片是 爆掉的 就是整個捲區 那他的 下半部的膠片 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 不服貼 非常非常不服貼 就是 這個就是 吹風機 直接吹 然後溫度過高會產生的問題 好那這個基本上 就是沒有救 好就是你只能全部撕掉 然後 貼心的上去 那這把琴氏這個 Super64 HONER的 舊款的Super64 連這個膠片那都是 很舊款的 你可以看到他是那種 大大開口的膠片 在這個 被低音區的地方 非常可惜 那沒辦法 因為他遇到了 所以我們只能 這樣的方法去處理 OK 那我們今天的 簡短講解 都到這裡 好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拜拜